上水晉科工業中心沒有懷疑水貨客的活動 反而轉去附近新運路的劍橋工業大廈就有發現 拘捕18人包括10男伯女、檢獲橡白行、龍蝦、化妝品和染髮劑 總值超過10萬 另外當局又在上水火車站對出的天橋 拘捕一名39歲男子懷疑分發得起保營電腦 入警署相信成功在源頭倒破派貨活動 假若有任何情報顯示有其他地方都是水貨派貨的源頭 我們都會全力打擊 就算化整為零在其他地方進行交收工作 我們都會改變調查策略 小組進攻分組執行 亦都可能會有同類型的大型的掃蕩行動都不頂的 入警署又說 今次19名被捕人士全部都是持傷情證 涉疑違反逗留條件 有10人是一簽多行 7人手持傷沒有簽證 其餘兩人是探親 入警署就表示 接下來會加強打擊水貨客的行動 他呼籲市民不要為了賺取少少的利益 以身事發 香港本文電視記者黃家林報導 如果從小學生要是一般的掃蕩行動 就要是一般的掃蕩行動 然後就要不要再掃蕩行動 再掃蕩行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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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